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从本章开始 我们进入到算法设计技术的研究之中 本章的抬头是设法面试的技术路线图 顾名思义 我们要在此进行高层建林的总结和概括 算法面试所需要的总体的技术架构 有了方向和格局 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 便能做到有地方使示范功倍 那么有没有一种模式或公式 只要我们把面临的具体问题套入 我们就能够快速而轻易地找到解决办法呢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 这样的捷径显然是没有的 好在算法设计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 因而它不受客观世界某些规律的支配 也就是说算法设计确实还是有一些模式或者路径 我们可以直接依赖的 那么算法面试基本上又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常用的数据结构模式 第二种是算法设计模式 第三种是抽象的分析模式 我们这节将精力先集中在常用的 数据结构模式的认识之上 那么数据结构说白了 其实是一种存储和组织数据的方式 而且是一种能够让数据予以修改操作 和使用的存储和组织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 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 是设计好的算法的关键一步 不同的数据结构适用不同的应用场景 例如堆适用于规定排序 哈西表适用于编辑器的设计等等 算法设计中往往需要组合不同的数据结构 那么例如网页爬虫算法 就需要使用堆 对列2xx总数以及哈西表等等 这些多种的数据结构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一个这样的复杂系统 那么基础数据结构呢 我们又可以细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第一种叫做基础的数据类型 基础数据类型实际上就是int t,t,t,ln等类型的数据 这些基本数据类型 在设法面试中也是时常出现的 一种最典型的情况 就是给定一个整数x 计算它的二进制形式中 要包含多少个1 要处理这样的问题 你必须多 你必须用二进制的 你必须要了解二进制的运算操作 那么对二进制的运算法则 要有一个明显的认识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最直白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一种叫做暴力枚举法 也就是用for循环来 把它的二进制表现形式 逐个循环一遍 然后系数里面的各0和1的个数 那么如果是用暴力枚举法 也就是用一个for来循环它所有的位数的话 那么我们假设x这个数值 它有它的位数是n 那么暴力枚举法的时间复杂度是on 因为我们要逐个便利 n个二进制位 然后看一看上面的1和0的个数 因此这样的算法复杂度就是on 那么大家也在通过前几节 我们可以了解到暴力枚举法在大多数情况下 绝不是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是这么做的 那么首先这个抗呢 首先数值化为0 然后在x大于0的情况下我们就抗加加 接下来x做一个这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y循环完了之后 那么抗里面的数值就是这个x的二进制中含有1的个数 那么如果x二进制中1的个数是s个的话 那么我们上面的循环只会循环s次 那么x与这个x减1实际上是清除掉二进制 x二进制形式中最右边的那个1的一种办法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x是0b1100 那么x减1就是0b1011 那么他们这个x和后面这个一语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1000 也就是说我们把最右边这个1 这里这个1给清除掉了 于是这么做的话 如果有s个1的话 那么我们的循环只有s次 大家注意这道题 这道算法题在面试中也是时常出现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做法 另外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就是建表法 一个八位的二进制数 它最大的值是256 于是我们可以建一个含有256个元素的数组 每一个元素数组存储其对应下标的 整形数的二进制中1的个数 我们看一下 假设这个数组为p 那么pi对应的就是整数i的二进制形式中1的个数 例如3的二进制形式中含有两个1 于是p3就等于2 OK那么我们先用一个数组 把这个在八位数里面的所有二进制 它们1的个数分别存储起来 那么假设我们存储好了之后 我们要计算的是一个32位的整形数x 它的这个二进制中含有1的个数 那么这个x是任意给定的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实际上呢32位的整形是由四个字节 每个字节八位每个字节八位组成的 那么如果我们算出每个字节中的二进制中1的个数 然后再加起来 那就能够得到这个32位x的二进制数的总个数了 我们假定x的四个字节分别是b3b2b0 那么b0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s以后 以这个值一语一下 那么也就得到最低的八位 那么然后我们把这个中b1呢 我们就比这个ff00语一下 也就得到了这个从第八位到第16位的这个八位数 然后再右以八位就得到b1 那么后面的这个b2b3同此类推 那么得到四个八位数之后 我们再查表得到每一个八位数所对应的这个二进制1的个数 最后再加总 那么得到的总和就是这个任意一个x 它里面二进制中1的个数了 那么由于这个在实际的算法面试中 对于这个问题的 对于这个问题出现的次数也不少 所以大家在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下次面试在遇到面试中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大家可以快速反应回来 OK那么相关的算法 我们在比如说对于基础数据类型相关的算法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给出详细的分析 那么第二种数据结构呢 就是数组与字符串 数组和字符串呢 是算法面试中极其常见的考点 数组的算法题大多涉及到排序 例如给定两个排序的数组 让你将两个数组合并成一个排好序的数组 那么这是一种常见的一种一个考点 那么复杂一点的 这是以下面的这个例子为例 稍微复杂一点 简术是给定数组A中的一个下标I 然后将数组重新排列 使得数组分为三部分 另一部分的元素都小于AI 中间这一部分都等于AI 那么第三部分也最后一部分都大于AI 同时算法的设计不得分配多余的空间 那么对于此类的题呢 涉及到数组排序的 后面我们会再相应的章节进行详细的讨论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涉及到字符串的题目也是多种多样 例如将字符串反转 判断字符串是否是回文有的 那么在面试中这个字符的讨论 OK 那么第三个常见的数据结构呢 就是链表 链表也是这个算法面试中的常客 相比于对链呢 或者说数组或对链呢 链表的优势就在于这个插入和这个删除的元素 插入和删除的元素的这个效率很高效 它的时间复杂度都是OE 它时间复杂度都是OE 那么但是链表中呢 它查找的效率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取第1个数据的话 我们要使用链表的时候就必须要从头开始辨历 那么一直辨历到第1个元素 因此它查找的复杂度是OE 那么然而数组这个相应的这个获取或查找的效率就很高了 也就是说我要得到第1个数据 我只要通过下标在数组里面就直接可以得到了 所以数组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是这个OE 链表有数组的数组的区别呢 实际上是这个面试中考察相当 那么面试中考察相当常见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基本区别 那么有关链表的算法题也不少 那么最常见的是 最常见的就是将链表倒转 难一点的就是判断链表是否含有环 那么这些问题呢 后面我们会在相应的章节进行具体的研究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对应的是常见的数据结构是堆战 那么大家如果看过我另一个课程 就是用加法实现编译器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编译器的实现里面 大多依赖的都是一个数据结构 就是堆战 OK我们看一下 堆战呢是一种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 它可以用数组或链表来实现 那么有关堆战出现的算法题 概率也不小 最常见的有这么几种 一种就是判斗括号的尖套是否是否匹配 例如我们给定一系列的左括号和右括号 那么我们要他问题就要问 看这里面的左右括号 它们是否是能够正确匹配的 那么一种是计算波兰表达式的值 那么也就是说给定这个字符串 三四然后乘号 然后是一 然后二加加 然后让你计算这个表达式 这个字符串所表示的运算的结果 那么这样的计算这种波兰表达式呢 就必须要依依捺于对占这种数据结构了 那么关于占的算法题呢 我们后面也会有专门的这个章节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 OK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是二叉数 二叉数最常用的一般都是二叉查找数 也就是对于N个节点的二叉查找数 其查找的效率是O的logN 那么二叉数的算法中 二叉数算法的考察点中 大多都集中在它的便利方式上 所以我们要掌握二叉数的中序前序和后序的便利方法 还有就是查找给定节点的前序节点和直接后序节点 这些都是在说法面试中考察你的基本功的时候 常用的一种方式 常用的这个素材 二叉数二叉查找数的节点的排序特色是 节点的某一个节点的值 大于该节点的左指数所有节点的值 但是呢小于该节点的右指数所有节点的值 二叉查找数通过一些变形或修改 就可以适用于相当多的领域 在算法面试题中 很多题目的解法 只要稍微把二叉查找数 它二叉查找数这个结构做某些改变 就能得到好的答案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道题呢 就是对一个二叉查找数的一个明显的利用 也就是我们改定一组线段 那么每一条线段都位于这个 X轴的一个B区间上 B区间的左开始是L 那么B区间的右边是R 那么线段是有颜色的 同时每一条线段还有它对应的高度 如果两条线转 它们在X轴上的B区间相互重合的话 那么它们的高度一定是不同的 如果给定一个坐标点X 那么从高处往下看的话 X点处的颜色区域 那么颜色区间要包含着X 且是这个 那么从高处往下看的话 那么X点处的颜色是线段的区间包含X 且位于且位置是最高的线段的颜色 那么这个题目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有线段1在区间是2和6 高度是10 颜色是红 我们有三条线段 线段2是在区间4和8 高度是8 颜色是绿色的 那么线段3是在区间5和10 高度是7 那么颜色是蓝色的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X是3的时候 假设X是3在这一点 那么它们三条线段都覆盖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从这个X3从这一点 这里这一点往下看的话 由于这个红 由于三条线段都覆盖了X这一点 但是红色的线段处于这个最高位置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这个线段是红色的 OK 这个问题的描述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要算法的要求是 我们要从左往右扫描 从这边往右一直扫描 扫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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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然后一直扫描到最后 也就是说从左往右扫描完所有的线段 那么题目的要求是 给出我们从最高处能够看到的 这个线段颜色的一个序列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边起看一下 从这边扫描一开始 这里面看到的是一直是红色 红色完了之后 接下来看到的都是绿色 绿色完了之后 接下来看到都是蓝色 那么这样的话扫描完了 我们的这个颜色序列就是红绿蓝 OK 那么这个题目就是这样 OK 这个题目的解法其实并不简单 那么这道题的关键解法是 我们要先将它们的这个线段的B区间 以它的结尾为标准进行排序 排完序了之后 然后从左往右扫描 当扫描到某个点时 把覆盖该点的所有线段都收集起来 然后用这些线段的高度去构建一颗二叉叉叉树 在二叉叉叉树中获取最高的这个位置最高的线段 那么该线段的颜色就是当前所能看到的 这个从某一点最高处往下所能看到的颜色 那么这道题目呢 这道上把题出现的也不少 在后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这一道题 OK 我们看下一种数据结构 那么第六种数据结构呢 就是堆 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二叉数 我们也可以称它字 可以称它为叫做优先级对列 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在N个节点中 最小值或最大值的节点 它总能在这个数的数根 因此使用堆时 使用堆时 查找最大和最小值是最容易的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因为它这个点就直接在这个数根上 那么堆的插入和删除 它的复杂度是O的logN 那么它的插入和删除 它的效率其实也蛮高的 是一个logN级别的 那么堆的运用很广泛 它最有名的使用呢 是这个系统他们的设计 大家在编程中都可能调用 有个都使用过一个系统调用叫他们 也就是说在经过指定的时间之后 系统自动调用你的回调函数 那么这个他们的实现机制呢 那么它依赖的数据结构就是这个堆 堆还有一个常见的运用就是规定排序 这也是算法面试中常见的考点 例如给你N个已经排好序的数组 让你把这N个数组组合成一个排好序的数组 这时候使用堆就很合适了 那么具体的这个有关堆的这个算法题的相关的 技术细节我们也会在后面专门的章节中给出详细的分析 那么第七个呢常用的数据结构就是哈希表 哈希表呢是多用来存储件和值结构的数据 在理想的情况下哈希表的插入删除和查找 它的复杂度都是OE 哈希表的哈希函数其实是一个关键 那么哈希函数计算的值要尽可能的分散 也就是要尽可能接近独立统一分布 那么接近这种概率统计特性的话 它细算来出来的值呢 在这个数值领域上的分布就会很分散 这样的话存储的这个内容呢就不会揉在一起 或者说要存储的数据呢就不会集中在某一块 那么对哈希表的使用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哈希表的扩展 当插入的元素变多 原来的哈希表空间不足时 就需要重新分配空间 那么哈希表重新分配空间呢 由于需要新的一块内存 然后需要把当前已经插入哈希表的这个元素重新计算 再插入新的内存 因此这个复杂度稍微就比较高 那么这个过程的复杂度可能就会达到这个ON ON的级别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算法面试中常用的数据结构的一些总结 很多时候面对一些问题呢 一旦你想到合适的数据结构 问题很可能就迎刃而卷了 大家或许对这些数据结构的认识和掌握 那么可能还不是很深刻 那么没关系 在后面我们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破根究底 让大家的愉快的把这些数据结构玩弄于鼓掌之上 OK 谢谢大家来到Cody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这个 我们的算法 算法面试题的研究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